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常常会批评我们所谓讲恩典的就会说 你们都一直讲恩典 你们什么时候要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什么时候要讲十字架 什么时候要讲十字架 我超越个纳门 我每一次都在讲耶稣基督 必然要听十字架 我们随时都在讲耶稣的十字架 可是当别人在讲 你们都什么时候讲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意思是什么时候你要讲 我们人受的苦难 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些文化性的问题 你才会这样子来 我们直接看第一页 你看到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但他就用这个经文 没错所以你要常常谈 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 基督徒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看下一页 周年华牧师曾经说过 1895年义和团之乱 杀害了三万两千名中国基督徒及 两百位外国人要是跟他的家眷 因此他们在那时候决定要办和合本 和合本有三种 我们的是官化和合本 所谓的国与和合本 所以你知道在那个非常苦难的背景之下 在几千个 应该说 对不起 三万两千个中国基督徒 还有几百个宣教师跟他们的家人 你想想看可能 有一个宣教师他的太太被杀 他的小孩被杀 只剩下他因为外出讲道 所以活下来 所以他在下一个主日 他跟弟兄姐妹 然后他也跟他的会友 他的会友原本也有一百个 然后被杀到可能只剩五个 然后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为主受苦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他能够杀神 你不能杀灵魂的 我们不要怕他 确实真的不要怕他 可是圣经的争议 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文化背景 你很容易都在想我们要吃苦 我们要吃苦 受苦与我有益 基督徒要受苦受苦受苦 没错基督徒要受苦 可是请按着神的旨意受苦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题目 你有兴趣可以去搜寻 我们其他的影片 其他的视频 你会看到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题目 好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中文和尔本出现十字架这个字 总共73次 我一个一个数过 68次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有五次是我们的十字架 比例是93%跟7%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要传扬圣经的十字架 我们应该按照比例93% 在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7%才提我们的十字架 才要提到我们为主所做的那一切 你有没有发现我讲的事情是 我们为主所做的那一切 不是我们为主所吃的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为主背负 我们只要是为主就会受苦 谁说的 我们是被呼召来顺服主的 有些说要顺服主受苦 是的按着神的旨意受苦 可是很多时候也要顺服主 按着神的旨意享福 你懂吗 我也常常就是为了神而受苦 可是我也常常因为神的缘故而享福 有些时候我为了陪伴牧养一个弟兄 或者支持一个弟兄 我请他吃大餐 我请他吃大餐 我当然也吃得很饱 有些时候我为了要让弟兄姐妹 不要那么难过 我带他们去玩 我还曾经招待过一些 一些神的仆人 他们经济壮碳 不过我出钱送他们 我自己没去 我出钱上去坐邮轮 我也是牧师太太 牧师为什么我请他 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有神的爱 我不是叫你这样请我了 好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不是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受苦 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蒙福的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 我们也讲十字架 我们也讲我们的苦难 但是请按照神的旨意来传讲神的苦难 来请看下一页 你看你知道 这个字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我告诉你 这叫做strong number 诗状圣经一本的那个 诗状圣经编码里面的翻译 在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十字架 2476这个字叫做十字架 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翻译十字架 你看2A跟2B 2A比较复杂 2A在讲西大人罗马人所谓十字架 然后2B是来讲基督所承受的十字架 你会发现我们华人在这里 自己 自己讲了一个2C 信徒追随被盯的主所承受的苦难 可是在英文版根本没有2C 这不是我截断的 你自己去查诗状圣经编码里面的翻译 根本没有2C 是因为我们和和本太苦了 所以加上去 就是觉得只要讲到我们的十字架 就是受苦 没错 有些时候我们为主受苦 可是十字架的定义应该就是2A跟2B 就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 怎么有那么多信徒被盯的主所承受的苦难呢 信徒追随被盯的主所承受的苦难 谁告诉你追随被盯的主只有苦难呢 我们看下一个 经文 你看这是英文的amplify 扩大版圣经 我们来念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 And he who does not take his clothes and follow me is not worthy of me 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一样的经文 然后你看他后面这个黄色的字 他其实是在解释前面这个白色的字 如果我们英文不好的朋友 没关系耶稣还是爱你 而且我也是因为有些人惹过 否则我不一定会 好我们看下一页你就知道 我们直接翻译 你看刚才那个英文的翻译 是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这边后面你看扩大版 英文的文化里面 他说什么 表示愿意忍受任何可能来临的 你懂吗 就跟你讲说 背起主的十字架 就是忍受任何可能来临的苦难吗 没有苦难这两个字啊 你看他的翻译是 表示愿意忍受任何可能来临的 可能是苦难 也可能是享福啊 我愿意为了主付出一切 他要我背的 无论是美好或是苦难 因为按照神的质疑 在自占之间的苦主要成就 集中我比永远的荣耀 再来好 不背着他的实在跟从我的 你看跟从我是什么 跟从我的他们 Amplify圣经的翻译是什么 的解释是相信我 符合我在生活中的榜样 如果需要愿意受苦 或应对我的信心而辞 OK 这边讲什么 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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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需要为主受苦 你有些时候不用这样的 不是动不动就受那些苦 你了解吗 所以弟兄姐妹 在河河本的背景里面太苦了 所以你来教会一堆人教你 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 再说我们是要为主受苦 如果主要我们受苦 可是主很多时候 要我们享福 蒙福 得胜 荣耀 你懂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活在真正的圣经的文化里 不是河河本的文化 河河本 中文河河本 只是其中一个翻译 甚至有七八种 请去多看几个版本 你会发现 它不是那么苦难的 里面有很多 上帝要给你的美好跟祝福 丰盛的生命 而且不只是灵里的丰盛 还有物质的丰盛 全方位的丰盛 关系的丰盛 夫妻关系的丰盛 亲子关系的丰盛 与人相处的美好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大巴天父 我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清清楚楚 知道一件事 我愿意为主受苦 我也愿意为主享福 我就是跟随基督 我背起我的十字架 无论是为主受苦 为主享福 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成就的 这一切荣耀就归给主 终传扬你的十字架 因为圣经的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并不是耶稣基督 还有我钉十字架 福音的核心是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就是传扬 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使我们蒙福 使我们得胜 使这世界越来越美好 来接受这位耶稣吧 祂要给你极大的祝福 福音哲宁祷告 阿们 麻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